当代最好的结构医学的一个学派 今天我很高兴请到伊古利学 台湾总部的总部长 也是我们美国亚洲健康科学院的 结构医学研究所的所长 也是律动政体养生法协会的理事长 林克彦 林教授 他今天要给我们报告呢 就是说健康的根本在于髋关节的正规 他把健康问题归纳到这一个问题上面 给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精彩的报告 请大家掌声欢迎林克彦 林教授 谢谢严森博士 谢谢刘教授 让我有这机会来跟各位报告 有关于你自己每天要走路都用得到的关节 髋关节 如果一个人他走路不要用关节的话 根本就不是赚走路了 所以说髋关节是我们一个人体呢 它是一个最大最深的一个关节 但是呢它的结构呢是非常简单 但是它的活动非常的复杂 因为动作呢 所以说呢我们的髋关节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在哪里 是在呢支撑我们的上半身呢承载它 而且呢让你能够做一个有限度的 而且呢非常联合的活动 但是呢因为它的结构非常的复杂 很简单但是都会有复杂 所以说当你受到一些 升天线的荒原不良呢 或者是呢撞击外伤跌倒 有时候会造成你的转位你的变化 让你的产生疼痛或者有病变的问题 另外呢它有一种退化性的 你们听过退化性髋关节炎 退化性膝关节炎 那个都是有年代的 如果你的髋关节有转位有变位 你很容易造成你膝关节的转位变位 在很多的医生在讲 哎呀你这个膝关节都退化了 所以你需要去换一个什么 人工膝关节 但是呢很多人因为受伤呢 他跌倒他也去换了所谓的人工膝关节 这髋关节呢他的活动 因为他本来就一个换 但是你换了人工的时候 他换为更熟 所以说但是也有一部分 会因为种受到感染 或者是那个种的问题呢 会在你髋关节结构上的问题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就是我们所谓的髋关节 那髋关节它呢 是有一个种 它有骨盘 这边叫髋关臼 髋关臼有髋关 那个髋关节已存 我们的髋骨头呢 是进去里面 三分之二在里面 三分之一在外面 所以他呢 他看起来是很稳固的 但是呢 也很容易外伤而打位 这个周边有很多的韧戴 我们现在来谈谈呢 髋关节的结构 看来看来 我都知道大致一个了解 那骨盘呢 由喀骨坐骨持骨伤骨来组成 而且髋关节呢 它是由 处旧跟髋骨接戴 合去上面 它是这样的结构 它是一个旧 一个处 它是一个坚韧的 坚韧的手 我刚刚讲的官 在前面有一个 我也是很坚韧的韧戴 来固定他的前面 每一条 每一条呢 像喀骨 润带 那个 有多多人 另外呢 那骨骨头呢 我刚刚讲过来 三位在外面 发生髋关节的骨折或下头位 那头位呢 有上位 下位 有前位 有后位 但是最容易 会是发生下位 所以 叫下位的方式 我们再看更清楚的 一个产色图的话 你看到 这个骨头 这层面有一个叫 人刃蛋 但它有 这边有很多的动脉 你有没有听过 那个 缺血性的 空关节的 那个病变 你有没有听过 我们这边有了很多的动脉 现在都浩花于 八九岁年轻的小孩子 尤其是男生 男生跟女生是比较食品 男生跟女生是比较食品 男生跟小的孩子 很调皮 很挡蛋 八九岁 更会跑 会撞的时候 很容易受伤了 而把你这个 韧带 那个血管 动漫血管 或者韧带 扒伤了 另外呢 这位呢 这个就很多很多的韧带 保护他 这四代条韧带 下面 这 这 走啦 他是个洞 这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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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 洞 那个 光关节 他有几个方位 可以洞 洞 他可以 你看 就正面的 像走路的 罐状面 这样走路了 这 挺厚的 可以做 这前后 就走路的时候 你就走 前后这样走 就前驱 后身了 还有左右可以开的 这整支的 所谓的 千锤线里面的 全走 从正顶仕途来看 他可以前后 这样走动 向前 向后 左后 左外展 内收 垂直的整个这支洞 向前旋 向后旋 这是我们 那个 宽宽节的活动 的范围 因为是在讲 我这个课程 也就是我要讲 讲一天都讲过 但是因为 今天的那个时间 非常有限 因为 这边到六点钟 就要跑到死 所以说 我尽量 把时间都掌握好 跟大家讲 更多一点 刚才讲的 宽宽节 他的成长 一个过程 当一顺手 他的作法 那个是没有 大家用手上的资料 所以说 我这些我就不讲 我只是看 我下一页 我们讲到我们图 这是我们宽宽节的 这个破漆图 再来 下一页 这个就是说 当一岁的时候 你看 这三块的 靠谷 坐谷 吃谷 都还没有融合起来 而且呢 他的那个 这个所谓的 补骨头 这刚刚才出现 所以说 第二页 当然 到三岁的时候 你看 这边有开始 一阶的融合了 这个 这个髋关节 这个骨骨头 那个已经开始长出来了 下阴 这个到了八岁的时候呢 已经开始了 那个 一阶那个 持构线都联合起来 下阴 到了八岁 OK 这样 到了十三岁的时候 大致 他的省肺已经出来了 但是呢 还没有完全融合 到了十八 到二十岁的时候 这三块骨头 所谓的三块骨的融合起来 一个叫 歪字缝 这歪字缝 他会在那个 这个 旧里面 就是 抗骨 做骨 前面的持骨 三块骨 会融合成一个 歪字缝 因为 髋关节 他有三个 刚才看的图啊 那三个 那个活动 换了 就是 冠状面的 就是前后 前后这样子 冠状面的 还有什么 始状面的 就是向左 右看 还有 还有一个什么 整肢的 垂直 这样子的 这个就是我们身体需要三症 我们需要怎么样 左右症 要前后症 还有什么 水平的症 像我们这 一个始状面的 这跟左右 我们脊椎 正面看 它是什么 它是垂直的 它是垂直的 我们侧面看 它是一个 什么 S型 我们人类呢 本来也是一样 什么祖先 跟四肢脚走路 但是后来站立起来 所以说 他的整个 脊椎都变得不一样了 所以他会产生 S型 大家不知道 开车的时候 里面有一个避震器 那个我们的脊椎 变成进化到 S型态 就是一个 避震器作用 就是说 当你走路 你跑 你跳的时候 不会你的脊椎 每一节 每一节之间 脊椎房 不会受到很大的压力 那脊椎房 回后前 也是会做一个避震作用 另外呢 等一下 还有一个水平面 我们熟的水平面呢 我们需要一个做骨的水平 骨骨的水平 还有骨盆上的水平 还有什么 锁骨的水平 这边还有一个眉骨水平 以前我一个学生 他是瑜伽老师 他跟我讲道 我每一次要画眉毛的时候呢 要拿一把尺 我说他只干什么 他说放在那个眉毛上面 我再画眉毛 如果不用尺来画的话 我的眉毛 画起来一港一港 原来是他的骨盆转位 让你他的整个身体的转位 等我会讲号 OK 相应 骨盆转位 我们刚刚讲他的活动 还是有限度的 向前 向前开的是125度 向后是30度 向外开 就在一骨疗法讲的外转 它是30度 45度 向内收是 那个是20度 这样整支呢 这么旋转的话 向外旋是45度 向内旋是35度 所以说在一骨疗法 我们做一个检查的时候 就会检查他的什么 骨盆的高低 看他骨盆里面前后宽转 另外呢 要看他的外转的角度多少 内转的角度多 如果两只脚都开 就怎么样 等等我会讲 可以下一页 最重要的 让我们所有的 宽观节在活动的时候 就得很多很多的肌肉 会来影响他 而且这让你的肌肉呢 整个做所谓的前后旋转 哪几条肌肉是怎么样子 哪几条肌肉会 顾及到后身的肌肉 还有向外开的 就外转的肌肉 是哪一些比较重要的 内转是哪几条重要的 而且旋转是哪几条肌肉 不同的 都都有关联的 所以这个很多 所以大家可以回家自己看看 参考一下好不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肌肉 这个就是我们的肌肉 像这个叫外转肌 里面这个内收肌 还有一个叫逢降肌 下一页 看出来更清楚 这一条就是直肌 我们所谓的四头肌 就是有四条外侧的外转肌 内侧的内收肌 还有两条合成一条的 就是所谓的直肌 这直肌的最底下呢 会有一个很大 很长的一个韧带 把你的冰包覆起来 所以说当你的肌肉 发生问题的时候 框关节就会转位了 OK 这个都是 下一页 这比较面诚的肌肉 下一页 这侧面来看 这就是外扩摩扇肌 这个大臀 臀大肌 这边臀中肌 臀小肌 下一个页 那这个就是臀大肌 下一个页 这个在剖析打开之后 这个现在的头在下一个页 这个臀大肌 再练成一层一层的 我们的肌肉 它不会是单一块的肌肉 它是表层中层 练成一层一层的肌肉 这个时候后侧看 这两条肌肉 这个两条肌肉 跟前面的四头肌 它刚好是做一个什么 复古的作用 当比如呢 当你脚伸出来的时候 四头肌是缩紧的 后面的是什么 松掉的 松掉的 当你后侧的时候呢 四头肌是松掉的 后面的骨骼头肌呢 它是紧的 好善意 好善意 这是个善意 在一股辽法里讲 我会讲到所谓 髋关节的异常 髋关节的在一股辽法 它是把它分成几个不同的类型 如果呢 你的两只脚是向外开的 就是外转外旋的 另外一只右脚是什么 是内转内旋的 因为 我们的髋关节 如果向外开 向前旋的时候 那只脚变长一脚 另外的 另外一只脚是 向内收 向后旋的 那只脚是短脚 所以一长一短 最大可以差到四公分 所以在西医的脚 长短脚每一个人都会有 一公分叫做什么 容选范围之内 但是在一股辽法的观点上 我们来讲的话 不要说差一公分 有长短脚 它都不可以的 所以我再重复一遍 就是说 当你的右脚 左脚 它是向外开的 向外转 向前旋的话 就是外旋的话 那只脚是长脚 右脚呢 它是什么 向内 向内转 向内旋 就是短脚 就是比较起来 左脚是长脚的 我做一个 如果一个人躺下来 一个人躺下来 躺下来 如果他的右脚 躺下来 我的右手就是他的左脚 我的左手就是他的右脚 当他的右脚是什么 左脚是外转外旋的 右脚是内转外旋的时候 左脚是长脚 左脚是长脚 相反的 如果右脚是向外开的 外转外旋的 左脚是内转内旋的 就是右脚上的 在义骨量 他称之为什么 这个是单纯的左脚上 就是L型 单纯的Agent 就是单纯的右脚上 但是呢 人的脚啊 不一定那么添化 对不对 一只外一只内 也许两只都向外开 向外开的时候 如果左脚开的 角度带 相比较实现啊 左脚是长脚的 如果是呢 左脚都向外旋的 但右脚的 外转外转 角度大 他就是什么 右脚长 但是呢 我们脚越可能是 都是什么 向内旋转 所以说就是所谓的 常常听到的 内发脚 内发脚 这样子 所以当左脚 他是内转内旋的 右脚也是内转内旋 但是呢 内转内旋 左脚 左脚大一点 内转内旋的 会变短脚 比较实现啊 他右脚就是短脚 所以 左脚就 变长了 相反的 如果 左脚是外脚外旋 两个都是内脚内旋 那左脚也是内转内旋 但是脚度大了 右脚就变长了 这在一鼓要完 一鼓脚是 下一鼓 但是 因为有转的关系 就会产生 一些问题 艾迪生 在一百多年前 他讲过那一句话 说了 未来的医生 不再开药给病人 而教会 患者 他治愈自己骨骼的结构平衡 补充一点 当然肖教授讲的 补充一点营养素 为什么 以前的 在日本女子医学大学 他研究过 二十大战以前的萝卜 又瘦又小 二十大战以后 种出来萝卜又肥又大 很漂亮 但是呢 营养 只以战前的三分之一 所以至少吃以前的三倍 但是这个人类 越吃越少 不肯吃三倍多 但是呢 所以营养不够 所以艾迪生 就鼓励 普通的一种 天然的营养素 最重要呢 他将为患者 要知道探讨生病疾病的原因 而加于什么 愈法 所以艾迪生是一个什么 愈法医学的先知 所以我现在来说明一下 即便会有这种法师呢 就是因为刚才讲 我们的髋关节有种类了 这种是根本 外转外旋 内转内旋 就成为根本了 所以造成一个长短脚 你走路起来 一步一步的 大家看到 很多小的麻痹的患者 或者众或过 一直脱寻之后呢 他慢慢就脱寻 一定是一个长短脚 因为呢 一路有长短脚 我们的骨骨头呢 就是在髋关节里面 就是在骨盆里面 如果有长短脚 就会造成骨盆的倾斜 就是一个基础的部分 那我们都知道 那个比萨斜塔 他就是一类地基 倾斜掉了 所以整个大的倾斜 那我们家里的桌子椅子 如果是 四只脚里面 一只脚是短脚 这个桌面会平吗 就不会平了 就是有倾斜 倾斜掉了 所以当然是呢 我们的脊椎呢 是90度 是坐在 坐在我们的 脊椎 就是我们的骨盆上面 当你的骨盆里有倾斜 你脊椎就自然会倾斜了 但是人有一个叫做自尊桌 他把你拉回来 就长成侧弯了 但是呢 侧弯不会单纯侧弯 因为你的骨盆呢 会向上向前转位 所以会造成什么 侧弯 后弯症 或者是什么 侧弯前弯症 那我们的脊椎呢 两侧有31对神经 所以因为 侧弯症的原因 会造成什么 那个脊椎的受到压迫了 在以古良法呢 这讲就是说 神经受到影响 全身的评语会破坏 而造成什么 很多内科疾病 这以古良法 经过两百万人以上的讨计 跟用解剖学的诠释的话 可以完全混合了 怎么说呢 当你左脚传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问题 香化系统 密妙系统 还有生殖系统 你用解剖 他会有什么 呼吸 会学完系统 有什么 笑意 这是教授 我们的 你看 这个是一个 他不是在正位上 你看 他这里 没有 整个骨盆都歪掉了 而且 大家注意看到 他这个什么 座乌孔 都有大小 座乌孔 到底表示 他的骨盆 是什么 有玄位 有转位 有转位 所以这样造成 看起来就是 一边到一边上 下一个 对 这个就是 那个一个 姑姑条 OK 快点 这个都是病变的 下一个 对 我们都知道 那个 造成的 匡关节的 种位 所以会发生很多问题 刚才我讲的 下方毕竟 什么是什么问题 所以说 当我们都有 全种问题的时候 他不会发生什么 有时候会发生骨骼 很多的问题 变加全身 产生 什么呢 吸收不良 抵抗力也减弱 耗能也虚弱 而且呢 会栓重失眠的问题 甚至以来 引起这些上的问题 有严肌关系 但不愉快 家人 老是不对头 吵架 跟同事同僚也会吵架 正是因为 身体上有发生的问题 还有长情不开心 以及眼神上的空虚 对新生理人 还有很大 总之呢 身体要维起三正 因为是什么 健康的根本在 康关节正微 谢谢 谢谢 谢谢林教授 林教授的时间哪些最好 谢谢他 他强调的就是说 从这个 肌肉影响的结构的问题 因为结构的扭曲 可以造成所有的疾病症状 所以从他的角度来看 你要把结构 归入定位以后 你的营养啊 你的消化啊 你的吸收啊 你的正确观念啊 你的修德养道啊 才能够发挥100%的功效 那么接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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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